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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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板块当中观众朋友们都提出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我们也是请演播室两位来和我们做一些解答 第一问题说是 寂寞世界杯问的是 混双适合怎样的配对 萧球手打混双和什么打法搭配合适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像舞阳和颜就是一销一弓 那萧球手和什么样的打法的选手来配 可能双打是更顺畅的呢 其实从这个打法风格来说 还是萧球跟萧球配 萧球配萧球 那这个比赛打的就会节奏比较慢吧 那倒不会 因为两个人的旋转是非常 节奏是一样的 旋转不能 虽说不能一样 但是他们两个的节奏 包括他们俩的风格打法 包括一些技术手段都是一样的 但是要是跟宫球配的话 就要互相磨合 混双 这个刚才郭彦说了 萧球其实适合和萧球配 其实我个人有一个问题 就是混双比赛 因为是男子和女子配 那男女队 其实我们知道中国队的情况 同时训练都是分开的 有的时候甚至集训地不在一个城市 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两位混双 牵手彼此之间的磨合 其实有点像跨国组合了 你搭配的机会也很少吗 在大赛前 马连 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影响 因为乒乓球和这个不像乙毛球 他是可以一个人打多板 平方球是一人一板 更多的讲究的是这个整体的实力 是 因为中国队 女队是世界上最强的 所以混双来说的话 从女选手这边来说 我们很多女选手 可能都能够跟世界上一些 比较优秀的这些男选手 能够去抗衡 所以等于 我们等于像半个男双一样 看人家纯粹的混双去打的话 我们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实际上还是个人能力 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合作的过程中 所以配合本身又都是 中国队队女员 本身有这种默契 而且长期训练的这种手段 是比较接近的 因此配合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还有一个提问是来自 我们的微信用户 第99种幸福 他说中外混搭 也就是我们说的跨协会组合 是国际拼联 随意组合的选手 还是抽签决定的 比方说就像我们今天看到 像陈梦和刚才这个 法国选手 这种搭配是怎么产生的 据我知道的应该是 两国的拼鞋 在世界比赛前 要统一抱到国际拼联 就是两国拼鞋 比如说中国也好 韩国也好 两国拼鞋都有这个意愿 不管是双打还是混双 我们有选手 然后你们除选手 我们这样配 可不可以 如果两国拼鞋 达成了这种比较 好的默契 以后有这种比较强烈的愿望 就像德国拼鞋的 这个波尔一样 是 他当时也是跟 罗特科夫他们的主要链 一直在争取 要和我们中国队的队员 去配队 所以最后 我们中国的拼鞋 非常支持 这个决定 所以最后也是把我们最优秀的运动员 像马龙 最后也跟波尔去配 也是为了 说实话 为了很多我们外国一些运动员 他们一些能够跟中国运动员 哪怕就算不能够真正最后获得一样 什么一个成绩 但是他有这个机会 就是他们一个梦想 是 所以这样的一种搭配 我明白了 其实通过马林的介绍 像是电视机前的 您应该也听懂了 就是这样的一种搭配 不是包办回音 不是什么国际拼联安排的 而是说私下 大家先去组合 有这样异象的互相联系 然后私下撮合 把这样的一种名单 报到国际拼联 国际拼联只要批准的话 就可以在视频赛 这样的大赛当中产生 这样一种跨协会组合的参赛形式 好了 今天我们的这个 看什么乒乓 这个小小的互动板块 请两位世界冠军 给我们解答了一些 网友观众提出的问题 每天视频赛的直播环节当中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板块存在 也希望您多通过新媒体的方式 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提出您关于乒乓球的任何问题 我们也要愿意和您一起来分享 一起来解读 一起来更多的了解乒乓球 好 稍微休息一下 之后我们将会带您进入到 今天给您呈现的 第四场的混双比赛 是中国香港的选手 江天一 李浩晴 对着法国组合 希盟和卡罗尔 稍后进入比赛 我也能拍吗 没问题 拿起EOS 按下快门 哎呀 还真能拍得到吗 我也想拍 买出这一小布 你的照片就会改变 我拍的 是我们的EOS 让旅行更安心 佳能感动常载 搭载全新动力组合 行动 行动 2015款CR-V 来自东风轰打 雪花勇闯天涯 鼎力支持冬奥会申办 传奇GS4 创向未来 广气传奇 我们以拥抱家人的宽广怀抱 带给你们宽室的享受 景益S50 幸福就是和你在一起 东风风行 用创新科技 启发生活灵感 西门子家电 展现未来 SUV要有行 各位观众 现在您正在看到的是 另外的一场混合双打比赛 中国香港选手 江天一和李浩琴 对阵法国的西蒙和卡洛尔 今天从晚上七点半 在八张球台陆续开始的都是混合双打的比赛 混合双打的决赛将在5月1号晚上进行 现在混合双打里边 应该说通过这几场比赛 我们看到确实有不少优秀的配队 其中现在大家看到的李浩琴和江天一 也是实力非常强的 三网从发 中国国人最早的一个民主 当中一定的一对 本顺的新门 香港人最早的一对 大优独的一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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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发球的姜天忆 这是李靖 原来是广东代表队的运动员 也是国家队的选手 现在是香港队教练 曾经他和高丽泽打双打 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 刚才黄标领队也讲到了 就是在混合双打里边 女选手的作用非常重要 就是说他不能轻易地丢球 他能够耗得住 然后男选手呢 最终要有致命的那一拍 好 现在4比8 李浩晴做一个手势 江天一发球 卡洛尔接发球出界 李浩晴现在的世界排名是第30 江天一的世界排名是第61 过去有一段 江天一的排名也是比较靠前的 现在法国队卡洛尔发球 这样第一局比赛结束了 稍后来看第二局 要够近 要开阔空间 KX3让你拥有这一切 愿意所想 KX3 东风越打起啊 下雨不一定要打伞 穿着哥伦比亚奥秘防水夹克 加上防水越野鞋 玩转户外全天候 超强防水 哥伦比亚 轻盈防水装备 好 现在我们继续来观看混合双打的比赛 大家看到身穿蓝色服装的是中国香港队女选手是李浩晴 李浩晴他在2011年的时候是夺得了21岁以下的世界女子单打的冠军 李浩晴也是香港涌现出来的一位新秀 这个队员的特点就是基本功比较扎实 另外属于技术也比较全面 进攻能力比较强 昨天呢见到了这个世界冠军李慧芬 还有慧君他们两口子 他们就一直是在香港队做教练 而且说到香港队的时候呢 他们也感到 就是当时他们最早的时候去在香港队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刚刚起步 然后呢就是曾经拿到了世界第三 取得了很多好成绩 那么香港队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的一支强队 但是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老将退役 比如像江华军呀 像帖亚纳呀 那他们下去以后像李浩晴他们怎么顶上来 这个就是比较关键 那时候最早香港队是齐宝华 就齐宝香的妹妹 齐宝华是打怪板 后来呢就发展到了像江华军 天安那 天安那呢特别是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 当时我记得是战胜了张一宁拿到了冠军 这是李浩晴 出离 这次官单汽车2015 第53届世界平方阵指标赛 是在中国举行的 既26届世平赛 天津式拼赛 上海式拼赛 广州式拼赛之后的第五届 世界平方球技标赛 那这次呢是一共 有这个运动员教练员 达到了1300多人 实际的运动员可能差不多占一半左右 也是历届 观看人数最多的 据国际拼联统计呢 大概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将通过电视转播 就通过CCTV 电视的团队的转播 然后把信号传到世界各地 所以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推广乒乓球的机会 而且这次呢 一个新的做法 就是允许跨国配对 这样的话呢 这个跨国配对的情况呢 就比较多 也成了一个亮点 乒乓球运动员的时候 真是有劲使不上 身上一身的劲 但是你这个劲呢 就发挥发不出来 这条需要一个巧利 现在10比4 5比10 大家看到号码部后边是他们的排名 这个设计也很好 让大家一看到背后的号码部 一看到号就知道他是世界排多少 男的排35 女的排74 李浩琴是排名30 这样香港队是以11比7 又取得了一局的胜利 稍后我们来看第三局 北京现代 下雨不一定要打伞 穿着哥伦比亚奥秘防水夹克 加上防水越野鞋 玩转户外全天后 超强防水 哥伦比亚 轻盈防水装备 观众朋友 大家看到了这个比赛场地 一共是8块 现在差不多有5块场地 还在继续比赛 世界平方球锦标赛 参赛人数比较多 而且现在自从2001年以后吧 就是开始了单向和团体分开 一年单向一年团体 今年呢是赶上了单向年 所以就是5个单向的比赛 男女单打 男女双打 混合双打5块金牌 将天一呢 今年是27岁 姜天一呢 今年是27岁 姜天一呢 今年是27岁 这个运动员呢 是山东人 加盟到香港队之后呢 在香港男队里边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2006年的中国公开赛 他获得了男子单打的冠军 2008年在巴西公开赛 也获得了男单的冠军 在亚洲杯的比赛中呢 是曾经获得了第三名 现在发球的李浩琴 姜天一过去呢 是在山东鲁能 他和这个张继柯是队友 而且和张继柯还获得过 双打的这个搭档 曾经获得双打的冠军 就是全国少年的 那时候他和张继柯还配队 大家可以看到乒乓球呢 是整个长度是2米74 他这宽度呢 是1米525 网子的高度是12.5厘米 球呢 现在是40 就是40毫米 也就是4厘米 所以这样呢 所谓的大球 其实大了仅仅一点 过去呢 是38 但是大了一点以后 球表的面积呢 就会增大很多 那么这时候在空气中 由于球比较轻 所以他的阻力啊 就会产生 因此呢 改大球以后呢 需要更大的力量 已经完成了一秒剧 上车手换了一秒剧 给它说了一点 或者是 我可以闭下他了吗 跟他说的 所以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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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一板 刚才江南一的手法比较细 观众朋友大家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第53届世界皮膜球锦标赛 这是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据说这个的想法也是希望 在博览中心里面临时大家看台 然后比赛之后 就这个馆立刻可以拆了 然后接着就是继续可以搞国际博览 所以这也是勤俭办赛事的一个想法 很多的场馆建完以后 在大型比赛之后利用率并不是很高 这也是搞体育比赛大型活动中 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但是这次由于是赶上五一长假 很多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迷 但是也把它作为长假中的一个新鲜事来看 所以这样门票显得非常紧张 但是大家看到现在这个教练和运动员的交流就非常好 运动员上来就向教练提问 那么教练就回答他 这样的话就运动员他有这种需求 有的时候运动员下来他不吭声 教练就不停的说 这样的话有经验的教练 他首先能够找到运动员所需要的 而且在短时间内能够把要点说出来 这是要面建立一个很好的沟通渠道 但是更重要的是两个运动员之间要相互鼓励 一旦有一方不顺的时候 另外一方要给他鼓励 而不是说互相埋怨 这就有时候打不好 目前世界混双排名第一的 今天电视还没有亮相 就是朝鲜选手金鹤峰那一队 他们目前是世界的排名第一 另外在上半区里边 还有很多的比较强的 除了像刚才亮相的 就是位置在时期的陈梦和莱贝松 法国的这对配队以外 还有在24号位的延恩和武阳 也是比较强的 还有29号位 一队中华台北的选手 还有40号位的西班牙的选手 何志文这一队 另外像48号位的中华台北选手 庄志渊那一队 还有56号位的像日本的石川家纯那一队 都是比较强的 那么在下半区 现在比较强的 一个就是江天一 就他们这一队 李浩琼 他们在128位 也是可以说第二号种子 另外还有106号位置的沈燕飞 他们一队也是不错的 还有113号为了德国的一队选手 所以最终谁能够拿到冠军 还是要等我们要拭目以待 特别是处在下半区的 97号位的许新和梁夏寅 现在是非常被看好 陈梦和莱贝松 和延恩舞阳 他们要提前相遇 所以这一队里头出来一队 恐怕也是很有希望的 再加上就是 曾经拿冠军的朝鲜的金鹤峰这一队 现在李浩琼发球 反手胡轩 欧洲运动员反手还是用的比较好 这可能他们用餐刀 用的时间长 历史悠久 所以他们打横板的时候 总感觉好像特别顺 尤其是反手 能使上劲 现在法国的卡洛尔发球 大家看这个横板发球的时候 他就要不要大板钻了 要必须把四个手指头 还要松开 这样的手腕就活了 等发完球以后再抓过来 再打 你看江天一也是这样 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女子单打目前的情况 女子单打目前中国选手在上半区有丁宁有武阳两个人守着上半区 当然上半区还有这个冯天威 也在上半区里面 另外呢像这个有一个罗马尼亚的萨玛拉也在上半区 那么在下半区呢就中国选手李小霞 李小霞像这个中国香港的江华军 包括像这个李浩琴 现在打球的李浩琴他也是不错的 还有像福元爱 包括中国的朱宇玲 荷兰的李杰 都在下半区 还有像西班牙的沈岩飞 荷兰的李娇 还有就是中国选手刘世文 所以从这上来看呢 这个下半区的压力相对要比较大 除了刘世文李小霞以外 还有像福元爱 朱宇玲 就这些 所以最终女单情况如何 也是要再看后面 那么男单的情况呢 就是马龙现在在上半区 樊振东 这两个人守着上半区 那么这上半区有谁呢 有朱世贺 有中国香港的唐鹏 有德国的奥加洛夫 有这个德国的波尔 有这个葡萄牙的蒙呆罗 这都是在上半区 主要是中国的马龙和樊振东守着 那么下半区呢 就是张继科许欣 在守着 方博也在下半区 另外梁敬坤也在下半区 所以四个在下半区 就是张继科 梁敬坤 方博许欣 而且梁敬坤呢 要和张继科可能先碰 许欣呢 要和方博先碰 所以这是很惨烈的 萨姆索诺夫呢 也在下半区 这手腕用得非常好 这个法国的女拳手 卡洛尔非常的投入 欧洲运动员的神经类型啊 往往他这个比较兴奋 所以往往进入状态呢 也相对来说要快 漂亮 欧洲选手一般身高马大 他力量比较大 这是卡洛尔的一个完美的拉球 西蒙是世界排名第35 现在西蒙发球 法国队呢 是最高峰的时候 应该是42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那个时候呢 就是盖庭 盖庭 左手直握 横我球板 所谓呢 人们说是不讲理啊 就是进攻非常凶 在95年的时候 世界排名第一的呢 是比利时的选手赛福 这个是原来中国北京队的王大勇 带出来的一个队员 赛福好像现在还在参加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已经打了好像有 应该有快20戒了吧 白短 拉起来 反拉 直线 这样呢 整个比赛就结束了 11比8 4比0 中国香港选手 江天一和李浩琴 就取得了胜利 我们希望他们在后面的比赛中 不断总结经验 好 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呢 就为大家介绍这里 那么在明天上午10点半的 CCTV5 5家 赛事频道 将为大家介绍混合双打的男女的第一轮 马龙波尔出场的情况 好 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 节目就到这儿 谢谢各位的收看 是由蔡萌姐说的 谢谢各位 再见